女子从四楼坠落把众人吓坏了 救人员在雨中将她抬上担架 还好她命大没有生命危险 反倒是镜头外 女子的前夫为了救人被压伤 这有意外发生在19号下午 目击者拍下女子爬上四楼的画面 实在令人胆战心惊 更了解她一次跟前夫有感情跟金钱纠纷 穿风大吵后女子气到爬上四楼 这楼时还故意避开气垫 而她的前夫为了接住她 反而伤得更重 刚好她前夫有在气垫的下方 一接住她 结果造成两名受伤 左下眼前有一个撕裂伤 刚刚经过急诊室的医生帮她缝合 大概缝了11针 下来的时候一个重力加速度 那是非常重的 所以她这一次应该算蛮幸运的 还好两人送医后 都没有生命危险 解放调查两人已经离婚半年 女子当天疑死救后情绪不稳 才会冲动爬上四楼 发生最有意外 这一回多亏前夫舍命相救 女子送医后没有大碍 但拿命跟前夫赌气 实在太冲动 记得陈梦威 黄佩儒 张华报道